究竟什么样的男人 有如此魅力 竟能引来众多亮妹的围观 就连开着超跑的金发妹 也忍不住想和男孩杰克 都一兜风 杰克有些害羞地上了车 而丽莎紧随其后 直接坐在了她的腿上 呵 这该死的颜值 接着丽莎做了自我介绍 原来他们是同校的校友 声称在学校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找我 时间转眼来到半年前 刚起床的杰克 四处寻找父母却不见踪影 隐约感觉到 将有意外发生 果不其然 杰克在车库发现了父亲 但已经没了气息 此刻他来不及悲伤 担心母亲有同样的遭遇 他像发了风一样开始寻找 还好 母亲在卫生间安然无恙 杰克这才将父亲的死讯 告诉了母亲诺玛 此时诺玛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对丈夫的死丝毫没有半点悲伤 唯独关心 安慰儿子的情绪 画面一转 诺玛让儿子双眼紧闭 并下车 而自己则摆好破丝 接着 让儿子睁眼并告诉她 这就是老娘为你打下的江山 原来 为缓解杰克失去父亲的打击 他不惜买下整个旅馆 并将家迁到了这里 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过在这陌生的城市 杰克凭借超高的颜值 俘获了一群一昧的方式 就连学校的女老师 也对他关怀有加 这天一个不速之客闯落了母子生活 男人叫吉斯 他言辞凿凿地说道 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对这里的一切都了若之长 劝你们尽快离开 原来吉斯正是这里的主 曾将旅馆赔给了银行 而诺马低价从法院拍下 面对吉斯的蛮横威胁 诺马可不惯着她这毛病 我还都是事业玩笑 即使如此 吉斯却没有感到害怕 随即发出了各种警告 声称一定会回来的 晚上丽莎一行员邀请杰克 一起到图书馆学习 但却遭到了母亲的婉拒 因为此事她埋怨母亲 喜欢干涉自己的生活 总是说以后 下一次再去 然而母亲说道 我们出来乍到 要防止别人居心叵测 至此两人产生争执 不欢而散 回到房间的杰克 随即发了消息 让丽莎在车站等着 接着她从窗户一跃而下 跌跌撞撞地摔在了地面 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往车站 可信以为真的她还真带着布 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爱 因为丽莎一心愿 带着杰克来到酒吧的派对 这种场所对于单纯的她来说 还是背着母亲第一次来 与此同时也将母亲置于了危险之中 画面一转 吉斯再次闯进了旅馆 而独自在家的诺马 男人一脚将女人踹翻在地 接着静止朝她走去 女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想要拼死反抗 却被男人用刀划伤了手掌 紧接着拽着诺马在地上拖行 任凭她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吉斯用胶布封住嘴巴 然后将诺马抱起 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将她的一只手牢牢锁住 对她说道 和诺马来了一场快乐游戏 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出现 将吉斯打倒在地 母亲这才脱离险境 趁男人昏迷之际 赶紧给她戴上银镯子 接着马不停蹄地上楼找急救箱 为母亲处理伤口 偏偏此时 吉斯渐渐苏醒 对诺马满嘴的乌言慧语 此刻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一个箭步冲过去 直接让男人领了喝饭 然而这疯狂的一幕 可将杰克吓得不轻 他想要通知警方处理 但被母亲拦住了 如果报警 以后谁会入住 发生过凶案的旅馆 就这样 杰克被母亲说服 隐瞒此事 两人趁着夜色 暂时将尸体放在浴缸里 为避免引起怀疑 整个旅馆的地毯也将被换定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赶到旅馆 顿时母子俩的内心忐忑不安 不过还好 警员是来放水的 完事之后就离开了 次日在学校食堂 杰克看见鞋上的红色夜景 突然想起了昨晚的经历 顿时为李帆江倒海 见着垃圾桶就开始狂扑 这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姐走过来 主动向她释放善意 还有好的递给杰克一颗薄荷糖 也因此 杰克和爱马成了朋友 到了晚上 母子俩开始处理尸体 趁着夜色 他们计划将船滑到水最深的地方 然而此刻 母亲对儿子抱怨道 我早上看了正组的通告 将会在小镇的另一桶 修一条主干道 我竟然买了不会有人知道的旅馆 人心叵测 平常认识的人都不怀好意 杰克的话语给了母亲些许安慰 随后在河的中央 两人将集丝抛下 处理完一切后 旅馆的改造装修工程 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一天清晨 诺马从睡梦中惊醒 开门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大儿子狄伦 他是杰克同母异父的兄弟 因为从小跟家庭不合 加上母亲唯独偏爱小儿子 所以很少回家 当母亲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 狄伦的回答却很简单 声称大多数人都一样 在失业 没钱 没处落脚时 选择投奔家人 因为家是温馨的避风港 然而他的出现 即将打破母子平静的生活 这天上学的路上 杰克和丽莎结伴同行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急驰而过 丽莎说这是我爸的车 可还没过多久 汽车就失去控制撞停在路边 失事地点就在旅馆附近 千军一发之际 众人甩开膀子前往救援 随后 杰克用尽全力打开车门 但此时 男人已面目全非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 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 烧了男人的仓库 而他被困在里面 可偏偏此时 吉斯的车被警方发现 地点正好在旅馆的后面 面对警方的询问 诺马强装镇静 声称没有见过吉斯 可谓内忧外患 诺马一边担心警方随时上门 一边还要应付大儿子的蛮行 没有一个让他省心的 次日爱马一早来杰克家复系功课 面对这个随身带着氧气瓶的女孩 母亲自然要问上几句 得知女孩的预期寿命在27岁后 母亲没有拒绝 随后两人在房间里做作业 恰巧此时 一本藏在被子下的书 被爱马发现 原来这本书是杰克在旅馆找到的 爱马走马观花地看了大概 不禁感叹 太赞了 能和小日子漫画相媲美 看一边了 是 深夜门铃突然响起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警长大驾光临 归根结底 还是跟吉斯的失踪有关 生性多疑的警长 想要搜查房间 但诺马已无搜查令为由 俨然拒绝了他 担心事情败露 诺马一早找到了副警长 想套套近乎 好及时掌握对自己不利的线索 在得知诺马失去了丈夫后 副警长似乎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坦言相告 吉斯虽然整天无所事事 臭名昭著 但他和警长是发小 所以警长才如此上心 随后 他向诺马发出了邀请 参加本地的传统节日 聚目节 为了博取副警长谢尔的青睐 诺马精心打扮一番 准备一同参加当地的聚目节 得知母亲是要去见谢尔 杰克显得有些担心 于是他提出了同去的想法 但很快遭到了拒绝 母亲坦言相告 此去并不是对他有好感 只是因为 警方掌握了吉斯的线索 对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 所以需要主动拉近关系 就这样 诺马最终说服了杰克 与此同时 狄伦在小镇的仓库找了份工作 然而到了晚上 狄伦的手机突然响起 杰克瞅了一眼被注 等他接通电话才发现 原来狄伦的被注之人就是母亲 此时此刻 压抑在杰克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 两兄弟不惜大打出手 奈何他瘦小的身体 当然不是哥哥的对手 情急之下 他不讲伍德从身后偷袭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最终 杰克再次被教育了一番 而另一边 传统军木杰如期而至 现场人满为患 热闹非凡 诺马如约出现在这里 和谢尔见面 随着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对诺马他几乎没有任何隐瞒 甚至开成布公 吉斯的失踪不用放在心上 他本来也不是审游的 说不定被人干翻扔在了沟里 除此之外 他告诫诺马 要适应这里的生活 因为没有哪个城市跟这里一样 别看大部分人以手工奶酪 有机租厂卫生 但他们却开着欧洲豪车 住着价值百万的别墅 回到家 看到儿子被揍得鼻青脸肿 母亲看了都心疼 深夜 杰克收到爱马的消息 原来在借给他的书上 有了重大发现 书中讲述了四个女孩的故事 他们偷渡来到漂亮国发展 但每天遭受着不同男人的侵犯 其中一人遇害 被埋在山上的棚屋旁 书中所画的山真实存在 正是郊外的圣母山 然而 另外三人被低价转卖 由于好奇心的趋势 爱马提议 可以去山上找找证据 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 两人来到了圣母山 不过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大片麻田 并且还有人之手 不巧的是 两人却被发现了 在逃跑的途中 书上的棚屋渐渐映入眼年 但他们却无暇查看 因为看守者在后面紧追不舍 幸运的是 两人先他们一步 留之大吉 与此同时 落马行径在街道时 却撞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或许 正如谢儿所说的 以牙还牙 镜子前 男人端着撸子 尝试着各种姿势 这气势简直不要太帅 就连位置 男人也是各种纠结 直到满意后 男人这才离开 为了赚取更高收入 不安现状的他 加入了圣母山 看守者的行列 即使整天闲着 也能获得三百美刀的报酬 据同伴介绍 眼前一望无际的有害植物 就是让小镇繁华的东西 龟镇上的几个家族持有 而另一边 爱马对圣母山的事耿耿于怀 向杰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担心持枪者会伺机报复 除此之外 一想到山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就会整夜睡不好觉 然而杰克劝他 尽早归还书本不要过于着迷 学校的课堂上 杰克突然变得目光呆滞 似乎陷入了遐想 察觉到异样的女老师 上前呼喊着杰克的名字 此刻 满园春色 竟收眼底 杰克依旧神情恍惚 再次陷入了幻想 就在这时他突然摔倒 幸好女老师反应迅速 一把将他搂住 紧接着 杰克被送进医院 接受身体的各项检查 这时诺马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 需要回家一趟 签收地毯的订单 带他走后 却迎来了丽莎的探视 得知杰克特别喜欢老电影 就陪着他一同欣赏经典 而诺马这边 还没等送走快递小哥 警长一行人就闯了进来 不过这次他做足了准备 特地带着搜查令来的 手足无措的诺马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直接来到医院 从医生这里 得知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 但他不顾医生的建议 强行带走了杰克 并将警员上门的事告知了他 可刚到家 杰克就静止走向自己的房间 俯下身子一看 床下却空空如也 他瞬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思来想去 决定向母亲坦白相告 这天艾玛再次找上了门 因为书中的故事真实存在 这令他寝食难安 无奈之下 杰克只好选择配合 带他来到 发现书本的四号房间 顺着踪迹 在浴室里发现了新的线索 艾玛初步推测 四名女孩曾被带到这里交易 然而带他们到这里的人 应该就是房子的主人吉斯 与此同时 为了解案情的进度 诺马再次找到了谢尔 声称警长隔三差五的上门骚扰 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然而他的目的实则是探听 警方对吉斯腰带的反应 但谢尔却回答 现在正在执勤 深夜 女人如期而至 在男人的家里见面 谢尔很绅士地帮他退去外套 伴随着简短的寒暄开场 对案情的进度 诺马已经急不可待 连连向谢尔发问 此时他不再遮遮掩掩 而是植入主题 得知了这个消息 诺马连连表示感谢 但似乎也明白了男人对他的用意 在谢尔眼里 吉斯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霸 当提及到吉斯的死因 是否与杰克有关时 诺马却不动声色地失口否认 谢尔健壮 就没再做过多的追问 但趁此机会 向诺马表达了浓浓爱意 声称无论如何会改变这一切 并照顾好杰克和你 随着此刻气氛的升温 两人沉沦在另一个世界 不过这颗苦了杰克 因为母亲的迟迟未归 他等了整个晚上 甚至还把下班回家的哥哥 当成母亲喊了出来 随后兄弟俩久违地聊起了天 他告诫杰克 母亲的做法是不正常的 是想控制你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 看看外面的世界 接着对上次打架的事 表示了歉意 没想到的是 两人这次的聊天氛围 却显得格外和谐 没过多久 杰克被回到家的母亲叫醒 并告知腰带的事不用担心了 因为谢尔会帮我们的 得知原委后 杰克随即提出了质疑 他一定是想利用你 诺马当然是知道的 但目前别无他法 当问及到为什么会留下腰带时 杰克却说是留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 爱马提出将书中的真实事件 提供给警方调查 然而遭到了杰克的拒绝 因为自己也身处困境 根本没心思管这些 深夜 杰克半睡半醒慢慢起身 只见母亲坐在床边 声称腰带只要在谢尔手上 他就能控制我们 随后 趁着夜色 杰克悄无声息地进入到谢尔家 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串钥匙 就在这时 一旁的发财正对他呲牙咧嘴 摆脱发财后 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然而在这阴暗的环境下 竟然被关着一个女人 他哀求男人就自己脱困 与此同时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发财接连不断地狂吠 引起了他的警觉 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迪伦 因为路过这里是车子没有了 所以想要打停加油站的位置 迪伦恰到好处地出现 却为杰克争取了脱困的机会 临走前 杰克告诉女人 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看到成功脱困的杰克 迪伦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随后在问及弟弟无果后 迪伦直接开门见山 如果不是我去敲门 你怎么会有脱逃的机会 原来杰克去谢尔家的路上 被迪伦撞见 他紧随其后 看见他摸进了谢尔家 但没过多久 谢尔就回家了 得知弟弟有难 做哥哥的自然出手相救 于是借故拖延时间 好让弟弟脱困 在讲明一切后 杰克仍适口否认 自己并没有什么麻烦 工作之余 谢尔对诺马展开了攻势 离杰克的放学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两人准备放飞一下自我 欢愉过后 诺马刚从屋里出来 恰逢坐在一边的狄伦 他正要问母亲 心情据使用情况的同时 谢尔却出来了 母亲还不忘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大儿子 此时狄伦显得有些惊讶 在他看来 谢尔不是什么好人 但母亲并不这么认为 在深夜的街头 恰逢向他打招呼的谢尔 杰克没有回应 但随后在街头的转角处 却被谢尔拦下 他开门见山地 公开了跟诺马的关系 随后提议 会抽出时间一同去钓鱼 以进一步了解彼此 为尽早结束聊天 杰克勉为欺难地答应了 回到家 随即将被求女孩的事情 告诉了母亲 与之对应的是旅馆发现的书本 并怀疑谢尔 和及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随后杰克透露 那天晚上是你坐在床边 告诉我要拿回腰带 不然就会任人摆布 深夜趁谢尔熟睡之际 诺马来到了地下室 但此时女孩却不翼而飞 未证实女孩确实存在 杰克指着脚踝的伤口 告诉母亲 这就是那晚女孩抓的 可母亲偏偏不信 因为昨晚自己也证实过 为此 杰克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随后引发了母亲的怒斥 就这样 拗不过母亲的杰克 只好陪着谢尔钓鱼 然而为尽快融入这对母子 谢尔也是煞费苦心的讨好 但就在这时 谢尔却接到警长的电话 连来码头上发现了 吉斯的手表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火 在经过数月的抢救无效后 丽莎的父亲撒手人寰 在此悲痛之际 杰克无微不至地关心陪伴 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同时跟杰克在一起的感觉 他觉得是轻松的 在他看来 杰克从来不会指手画脚 或是劝他振作 然而在随后的聊天中 丽莎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码头的渔夫捞到了一只腐烂的手 但不确定是谁的 紧接着 杰克火急火燎地回家 将此事告诉了母亲 然而母亲不慌不忙地劝他冷静 因为有可能是别人的 就在这时 门铃突然响起 连来谢尔接到警长的命令 要带回诺马问话 经警长确认 戴手表的残肢就是吉斯 当问及吉斯失踪那晚 你是否被弃恐吓 而实施反击致死时 诺马却打起了太监 连连失口否认 在询问无果后 警长随即向他发出警告 声称在手表下面发现了地毯纤维 可将与旅馆当晚拆下的进行对比 届时我们想帮你也无能为力了 问话结束后 诺马带着儿子四处寻找 那晚丢掉地毯纤维的垃圾桶 此时此刻 母子的内心近乎崩溃 藏不住情绪的杰克 被哥哥看出了端倪 在他的一再逼问下 杰克将事情的原委全盘拖出 哥哥因此得知了全部真相 就在这时 杰克收到丽莎的消息 但性格腼腆的他没有回复 给出的理由是 天色已晚怕打扰别人 一旁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 他看完聊天信息后 告诉弟弟 傻小子 这么晚发消息 证明心里是有你的 赶紧回复吧 紧接着 他给了弟弟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杰克鼓起勇气来到了丽莎家 对丽莎而言 他十分感谢杰克 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和鼓励 特别在失去父亲后 有了杰克的陪伴 让他心灵上有了莫大的安慰 此刻丽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与此同时 诺马发现杰克的房间空空如也 转而向迪伦询问夏末 迪伦如实相告 他正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希望今晚他能尝试 他忍受你的时间够久 该有自己的主见了 然而这番话 却激怒了母亲 紧接着上演了一场母子大战 就在这时 门铃再次响起 以为是杰克回来了 母亲着急忙慌地下楼开门 可偏偏事与愿违 在母亲被捕当晚 杰克正在照顾他心爱的女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母子的再次见面 只能是在监狱 回到家 他很快得知了母亲被捕的消息 紧接着 两人来到监狱探视 为保住母亲 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由于保释金需要十万美刀 当迪伦问及到母亲 家里的房契或是有没有剩余的妈内时 却遭到母亲的言辞拒绝 回到家 杰克正翻箱倒柜地寻找房契 与此同时迪伦在向同伴打听老板会不会预置工资的事情 因为想带着弟弟搬出来住 找到房契后 在爱马的陪同下 两人来到了一家乔安堡市 随后 在闲聊之际 杰克忍不住将书中女孩的事情 告诉了爱马 不过他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得知女孩被求的消息 并且还是出自警员之手 爱马随即提出了上报有关部门的想法 但由于诺马还在狱中 所以杰克再次拒绝了 到了晚上 杰克收到通知 母亲将于明早九点获释 在短暂阔别之后 再次迎来了这对母子的团圆 但此刻母亲的心情 似乎并不是很好 紧接着 辩护律师向她了解案件详情 教她如何为自己辩护 但在诺马眼里 眼前的女人就是在编故时 声称不需要辩护 自己没有杀人 对于母亲的态度 杰克却难以理解 在她看来 母亲的做法对自己是不利的 随后 两人因意见不合 随之引发了激烈的母子冲动 此刻母亲开始吐槽自己的想法 为了能让你过上好的生活 每天都在想着各种办法 一直在担忧 如果哪天我被捕入狱 你将会怎么办 可你倒好 我在担忧的同时 你却还有闲心滚床单 不过说来也是 母亲的两次出事 杰克好像都在外面 而且和别的女孩在一起 一气之下 杰克被母亲丢在了半路 步行回家 让他冷静一下 画面一转 迪伦恰巧路过这里 载着这个失宠儿 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随后 在两人的聊天中 哥哥表明了打算出去住的想法 并告诉弟弟 如果母亲入狱 你就来我这里住 这天同伴告诉迪伦 在海边有一个便宜的房子 说完递给迪伦一个包裹 随后迪伦打开 才发现失意打马内 原来这并不是老板的预知工资 而是同伴的慷慨相助 让迪伦找好房子 带着弟弟同住 并告诉迪伦 好好干 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然而迪伦也表达了对他的感谢 就在这时 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伙 郑静之朝他们走来 这个男人太狠了 迪伦快速将同伴送往医院 到了晚上 或是出狱的诺马 在郊区和谢尔见面 对于上门抓捕的是 谢尔表示歉意 因为接到了警长的命令 自己实属无奈 随后 他安慰诺马 自己一定会处理的 次日一早 趁警长外出办案之际 谢尔借故支开其他警员 与此同时 他关掉暗巫室的监控 悄无声息地拿走证物 完事之后 再次恢复暗巫室的监控 就这么眨眼的功夫 谢尔已经摆平了一切 夜晚的街边 白天对同伴施暴的小伙 意外被迪伦撞见 紧接着 他采用了小镇的处理方式 以牙还牙 接到辩护律师的电话 他随即被告知 已经恢复自由 原来 随着地毯的纤维样本丢失 也就意味着不能立案 至此 落马终于如释重负 他急不可待的 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了杰克 就在母子为之庆贺的同时 杰克却讲出了自己的担忧 画面一转 为了被求女孩的事 爱马再次找到了杰克 据他透露 此前有查过集思的所有财产 明夏除了旅馆之外 还有一艘轮船 初步推测 如果集思生前和谢尔是合作关系 在他遇害后 谢尔很可能会利用他的财产 来藏匿女孩 讲完一切后 杰克这次没有拒绝 随后两人来到码头 趁着夜色 悄悄地摸进了集思的轮船 果不其然 两人经过一番搜寻 终于找到了地下室的被求女孩 紧接着 两人将女孩带回旅馆 同时找来了母亲 并告诉她 这个人就是我之前所说 关在谢尔地下室的女孩 或许是出于爱 亦或许是出于感激 母亲始终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接着她离开了房间 再次出现时 手里却拿着一张报纸 她指着上面的谢尔图像 让女孩辨认 得知真相后 母亲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难以接受事实的女人 像发了风一般 正要找男人理论一番 千军一发之际 杰克尽职冲进了车里 试图阻止情绪失控的母亲 即便如此 母亲依然无法接受 满嘴谎话的谢尔带来的伤害 经过一番折腾 杰克总算是控制住了车子 随着母亲的情绪趋于稳定 杰克也做出了保证 声称一定会将她绳之以法的 照顾好被求女孩后 三人对此事的处理方法 进行了头脑风暴 如果谢尔发现女孩不见了 势必会有危险的举动 因此艾玛提议 直接找佛波勒控制住谢尔 但她的意见 随即被母子否决 声称女孩刚刚脱离险境 应该给她一些空间稍作缓和 等休息好了 再上报也不迟 次日一早 艾玛就失态的严重性 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面对她的勇敢和坚持 诺马再也无法拒绝 只好答应 明天就去上报 然而 之所以迟迟不报案的原因 其实就是谢尔手上的集丝腰带 届时 势必会给母子带来危险 而另一边 得知手下遇袭致亡的消息 老板十分愤怒 正在询问凶手之时 狄伦却说道 他已经被我除掉了 因为当时从医院出来时 正好碰见了他 当时只想着为同伴报仇 所以开车撞了他 随后 为彻底摆平此事 狄伦将车上的所有证据化为灰烬 晚上诺马精心打扮一番 准备再次接近谢尔 刺激拿回吉斯的腰带 可他们的谈话 被狄伦听见 解救被求女孩的事随之被揭晓 得知了来龙去脉 狄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爱马执意揭发谢尔 那么他随之也会揭发母亲 在结合所有信息后 狄伦推测 腰带应该就在发现女孩的船上 随后趁着夜色 兄弟二人来到船上 果不其然 在客舱的顶部发现了端倪 腰带随之被找到 紧接着将他丢入了大海 至此母亲的危机彻底解除 这时狄伦却告诉弟弟 你父亲的死应该不是意外 很有可能就是母亲干的 自己已经租好了两室的房子 待此事结束后 你就搬过来同住 然而得知这个消息 杰克虽然不愿相信 但也陷入了深思 与此同时 在家等候消息的母亲 以为是儿子回来了 开门一看却傻眼了 等来的不是儿子 而是谢尔 他静止走向诺马 想要放飞自我 眼前这个恐怖的男人 让诺马感到了恐惧 但他也只能配合 可还没等进行 隔壁房间的水声 引起了他的警觉 随后 谢尔慢慢向前靠近 忐忑不安的诺马紧随其后 警察 开门 眼看女孩就要被发现 诺马声称 有一个油气功在此戒诉 忘了告诉你们 就在这时 门突然打开了 不 刚刚脱离险境的他 却即将被男人射杀 千钧一发之际 诺马突然向谢尔冲了过去 试图阻止悲剧 但他被谢尔重重地 推在墙上 随即摔倒在地 接着静止 朝女孩的方向追去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此时的诺马陷入了深思 就在这时 兄弟两人回来了 狄伦随即告诉母亲 腰带已经找到 你安全了 与此同时 声称杰克会跟我一起 搬出去住 并且今晚就走 然而这个消息 对母亲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在告知谢尔 正在追踪女孩的消息后 母亲对杰克的举动 疑惑不解 连连向他发问 得知谢尔来过的消息 兄弟两人劝母亲 先离开再说 但母亲显然不肯 就刺打 就在他们没完没了 喋喋不休时 谢尔却突然出现 随后谢尔将母子三人聚在一起 质问他们 接下来想怎么办 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杰克 声称我这么爱你的母亲 都怪你多管闲事 眼看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 母亲苦苦哀求谢尔 并保证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可他的话 谢尔已经不愿相信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母亲邀五贺六 甚至大打出手 杰克心中的怒气正逐渐激增 似乎叙事待发 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 不得不让他想到 曾经家暴母亲的父亲 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冲向谢尔 随后进行了一场激烈搏斗 如此随即掉落在地上 此时狄伦瞅准时机 迅速展开了反击 在两人的对射中 狄伦的胳膊不幸被击中 母亲趁乱 将杰克带离房间 并通知了警方 而迪伦这边 正躲在房间里数花生米 危险也慢慢向他逼近 而另一边 母亲带着杰克准备逃离现场 但奈何车钥匙忘在了房间 就在准备下车时 却突然听见阵阵枪响 至此 母子三人彻底安全了 但此时的杰克 待坐在车里 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母亲向迪伦透露 已经通知了警方 但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此刻母亲坦言相告 声称你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原来杰克父亲的死 的确不是意外 事发当天 和杰克的父亲产生了争执 面对父亲的家宝 杰克给了他致命一击 但随后他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避免儿子为此事自责 母亲制造了意外的假象 早上带杰克醒来时 发现意外身亡的父亲 并随即告诉了母亲 也许是次意外事件 但母亲看来 杰克是无辜的 因为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他需要被保护 佛波勒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了解了来龙去脉后 警长却一反常态 开启了圆谎模式 他声称早就怀疑谢尔有问题 此前跟吉斯的交易 因分赃不均而除掉了他 并将他丢入了海湾 同时将被囚女孩 藏匿在吉斯的船上 但在谢尔不知情的情况下 佛波勒已经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就在谢尔试图转移女孩时 与你们母子发生火拼 随后 谢尔在树林除掉女孩的同时 被及时出现的佛波勒干掉 至此 凶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诺马再次脱嘴 母子终于如释中 随着生活渐渐趋于平静 母亲计划着为旅馆的开业做准备 杰克也参与其中 在修缮走廊的山阁时 却喜获毛毛一枚 与此同时 自己的心爱之人 已走出失去父亲的阴影 重返校园 不过母亲这边却四处碰壁 接连找了几个商家洽谈合作 但都以旅馆发生凶案为由 选择了拒绝 这让诺马着实有些难堪 眼看开业在即 旅馆的订单竟然没有一个 就在焦头烂额之际 窗外却出现了一个男人 带着疑问 诺马静止朝他走去 了解后得知 男人是集思生前的常客 一直续定的是九号房间 并且 隔月就会来住上一周 突然迎来一位客人 对诺马来说当然是好事 欣喜之余 就连他的信息也没做登记 直到狄伦得知此事 他告知母亲 白天曾见过这个男人 他将车停在路边 盯着旅馆观察了很久 还向我询问了集思旅馆的位置 随后跟他聊了几句 但觉得男人很怪 说完狄伦来到了九号房间 对他的信息做了登记 男人叫大毛 据他介绍 自己是从事销售行业的 不过男人出手还挺大方 一次性支付了几天的费用 这还是旅馆未开业的情况下 赚来的第一桶金 深夜 落马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的声响 引起了他的注意 紧接着他下楼查看 转而来到了厨房 心有余悸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此时他顿感不妙 随即拿起了一个大铁片 女人再次环视四周 却什么也没发现 原来是虚惊一场 到了第二天 爱马一早来到了杰克家 面对这个对他有好感的女孩 杰克却视而不见 接着母亲将原话带给了爱马 此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 似乎感觉到了是有意蔽之 看到情绪低落的爱马 母亲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 借过旅馆装修 需要采购材料为噱头 让爱马陪同前往 好帮忙参考 路途中 母亲不时地安慰爱马说 杰克最近遇上了烦心事 对谁都很冷漠 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 对此 爱马表示了认同 不过在他看来 应该跟丽莎有关 不知道他要多久才能忘了她 得知了这个秘密 母亲打破砂锅问道德 甚至直接让爱马带她去见丽莎 果不其然 正如爱马所说 丽莎肤白貌美超级性感 母亲这才回过神来 对爱马说道 这个女孩我认识 在我们搬来的第二天 就来家里找过杰克 回到家 诺马就此时对杰克进行了说调 让她专心自己的学业 对过早结交女友的厉害关系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并告知已经雇了爱马来便利帮忙 但随之迎来了杰克的质疑 为此两人产生了分歧 一气之下 杰克深夜离家而去 画面一转 杰克来到了丽莎家 直入主题地表达了对她的爱慕之意 万万没有想到 却得到这样的回复 遭受打击的她禁止离去 然而担心发生意外 丽莎随即追了出去 在不远处的一个公园 杰克停下了脚步 与此同时 旅馆首次迎来了大量订单 然而客人还是大毛 她盛赞了旅馆的装修风格 要比以往的好 所以为同事预定了全部客房 并表明不会从事非法活动 而另一边 正要回家的杰克 在路边恰逢心爱的宠物相迎 就在这时 面对心爱宠物的去世 男人没有将她入土为安 艺术大师告诉她 在禁止的事物中重塑动态美 也就是塑造生命 操作很简单 只需将她开的小口 取出内脏 随后制成标本 这样就可以永远伴你左右 学校里 杰克和丽莎的流言蜚语无处不在 他们甚至认为 杰克就是个社交障碍的代言人 而丽莎也不会真的喜欢她 只是把她当作宠物罢了 可他们的闲言碎语被爱马听见 她随即为杰克暴打不平 与此同时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丽莎这边 随即质问杰克 那晚发生的事 为什么要告诉爱马 原来为了拒绝爱马 杰克确实告诉过她 但杰克也疑惑不解 她为什么要告诉同学 然而丽莎的话 再次重伤了杰克的内心 这时女老师察觉到了异样 她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试图向她了解情况 但却遭到杰克的拒绝 她转而找到爱马 声称丽莎十分生气 以后告诉你的秘密 再也不要告诉别人了 画面一转 诺马接到通知来到学校 被女老师告知 杰克的情绪极不稳定 容易失控 不同于同龄的其他男孩 她很少跟人交流 有什么事都会藏在心里 因此学校建议 希望她能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随后 诺马采纳了学校的意见 带着杰克来见心理医生 经过初步治疗 医生觉得母亲的控制欲太巧 对杰克的影响很大 所以建议 下次治疗时 能和杰克单独见面 但也因此遭到了母亲的拒绝 隔天诺马在打扫卫生室 恰逢大毛也在房间 她直言不讳地 道出了几天前的凶案 甚至关于吉斯和谢尔的交易 这令诺马有些惶恐不安 无奈之下 她刻意避开这个话题 借骨离开 同时大毛的身份 也引起了她的猜疑 到了晚上 等大毛外出之时 诺马则悄无声息地紧随气候 女人一路尾随来到码头 在不远处死死地盯着男人 担心被她发现 诺马正要快速离开 奈何却被撞个正着 此刻诺马疑惑不解 根本不知道男人在说什么 接着大毛再次提及到吉斯和谢尔两人 并表明自己一定不会撒手不管 然而她的这番操作 让诺马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内心更是充满恐惧 与此同时 爱马对杰克坦言相告 其实上次同学间的流言蜚语 并不想对他们说的 只是因为当时他们对你恶言攻击 在不对移的情况下才说出来的 对于她的好意 杰克也表示了理解 隔天接到老板的任务 授权狄伦全程指挥 完成此次交易 但这个决定 也引来了先她入行老员工的嫉妒 以至于同伴酒后释报 对狄伦大打出手 不过不打不相识 两人最终握手言和 面对下属的行为懒散 出言不逊 狄伦杀法果断 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而另一边 诺马退还了大毛支付的所有费用 并限定五分钟之内离开 同时永久取消了预定房间的资格 可她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大毛 她声称知道吉斯和谢尔的一切 并表示一定会奉陪到底 画面一转 大毛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 然而诺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旅馆唯一的客人虽然没有了 但到了晚上 狄伦就带着同伴来照顾母亲的生意 这倒让母亲惊喜不已 为了犒劳儿子 决定带着狄伦去镇上吃大餐 但首先要做的 是要上楼换件衣服 但当她打开门时 却在床上发现了尸体 警方随即赶到现场 吃瓜群众一字排开 胆颤心惊不知所以 据诺马透露 当时准备换衣服 出去吃饭 但打开门后 却发现了床上的尸体 当警长问及到是否有可疑人时 诺马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大毛 因为有关吉斯和谢尔的事 他问过很多奇怪的问题 同时好像在找谢尔的什么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两人开始处理诺马房间的床垫 但这么昂贵 丢掉实在可惜 狄伦不实地吐槽 母亲太过矫情 就在这时 母亲却闻到了让她讨厌的味道 上前查看才发现 原来狄伦的同伴正在吞云吐 由此引发了母亲的怒斥 气急败坏的她 直接质问起了狄伦 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母亲好像瞬间明白了 她怒气冲冲地离去 甚至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隔天 爱马正式来到了旅馆工作 而诺马也定下制度 整个旅馆的范围内 不允许吞云吐 并让爱马做好监督 这是一个快递小哥上门了 原来是匿名人发给诺马的 可当看见内容时 诺马却再次感到了恐惧 紧接着 她随即拨通了警方的电话 但奈何警长不在 她只好留言回电 与此同时 来到曾经将旅馆销售给她的房产中介 对销售人员一顿抱怨 责怪当初没有如实相告 政府会在小镇的一边修建之路 导致客流受限影响生意 同时让男人帮她再次将旅馆售出 到了晚上 警长来到了旅馆 诺马随即掏出了卡片 她怀疑一定是大毛干的 可警长看来看去 除了三个字回头件之外 没有任何线索 因为房间被打扫过 指纹也没法采集 再加上登记的信息是假的 致使警长无从查起 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也因此为诺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丽莎和狄伦在街头相遇 她主动上 请狄伦帮忙拿回父亲的遗物 原来丽莎的父亲和狄伦 都在为同一个老板做事 或许是看在弟弟的前面 狄伦欣然答应了 到了晚上 她带着丽莎偷偷潜入仓库 正要去丽莎父亲的办公室时 却突然 原来是把守仓库的同伴 随后 两人来到办公室 看到父亲习以为常的板示和布置 丽莎不由地触景生情 流下眼泪 她极力寻找父亲的一块怀宝 想留作纪念 但无意间却发现了很多信件 字里行间言辞暧昧 并且都是出自别的女人 父亲的形象大打折扣 这让丽莎的情绪很是失落 我知道他必须要爱你 回到家 看到杰克正百度梦中溺水的景象 很是好奇 但当得知了是丽莎时 迪伦却感到了惊讶 第二天一早 大毛驱车从旅馆前驶过 但这绝非巧合 显然是刻意挑衅 落马察觉到了危险信号 接着他迫不及待地查找房源 准备再次搬家 但随之迎来了儿子的拒绝 即便如此 依然改变不了母亲的想法 他随即来到了房产中间 可销售人员告诉他 新修之路已得到证实 房产即将面临缩水 如果售卖旅馆 他的价值就会亏损一半 这个消息对诺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气急败坏的他对男人一顿暴打 随后扬长而去 他在坐车里陷入了深思 种种烦恼更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但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出现在车里 顶着女人的脑门 并威胁称 准备好15万美刀 明晚码头交给我 不然就要你好看 他转而找到警长 揭发大毛对他所做的一切 原来他是吉斯和谢尔的幕后老大 在谢尔遇害后 他欠下的15万没了着落 所以被大毛盯上 声称如果不给 就会除掉两个儿子 得知原委后 警长随即给出了回应 可他的态度 难免让诺马觉得有些不靠谱 于是他将此事告知狄伦 并向他索要枪支以求自卫 一开始狄伦是反对的 但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满足母亲的要求 毕竟不可能随时在他身边 同时教会母亲该如何设计 警长则来到了一处隐蔽仓库 他打开包裹 然而里面放的正好是15万美刀 这天上班 爱马姗姗来迟 因为去买衣服耽误了点时间 同时还请诺马参考 原来他接到杰克的邀请参加舞会 所以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另一边 杰克正在复习功课 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开门一看竟然是丽莎 但万万没有想到 他是来找狄伦的 随后狄伦将一个箱子交给他 并说道 里面都是你父亲的遗物 丽莎连连表示感谢 此刻杰克自知有些多余 于是借故离开 带丽莎走后 狄伦赶紧向弟弟解释 和丽莎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接受了他的求助 帮他拿回他父亲的遗物仅存 到了晚上 杰克换了一身鼻挺的西装 等爱马一到 参加舞会 除此之外 今晚也是母亲和大毛约定的时间 趁此机会 母亲将埋藏心底的秘密 告诉了杰克 原来母亲还有一个哥哥 在13岁那年 经常被哥哥欺负 然而却不敢告诉父亲 因为父亲是个整日酗酒的家暴男 如果让他知道 哥哥一定小命不保 可不幸的是 他最终还是知道了 此刻母亲的不幸遭遇和委屈 让杰克情难自控 他将母亲搂在怀里 不时地安慰道 以后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了 画面一转 爱马一身盛装如约而至 母亲先后相拥了两人 并希望今晚可以玩得开心 仿佛是在祝福他们 能够走到一起 母亲不舍得为他们送礼 因为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可没过多久 母亲就接到了大毛的电话 在浮华幻境般的舞会现场 两人如期而至 一同出现在这里的 还有丽莎以及他的男友 他不时尴尬地微微一笑 向杰克打了招呼 而杰克也时不时地 将目光聚集在丽莎那边 丝毫没有顾忌爱马的感受 也因此让他彻底清醒 杰克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自己身上 至此 爱马欣然离去 这时丽莎的男友将杰克叫了出去 警告他以后不要骚扰丽莎 声称已经知道了一切 丽莎的父亲遇害后 是你占了他的便宜 紧接着将杰克暴打了一顿 与此同时 诺马将子弹上膛 准备好一切后 独自一人来到了预定地点 就在这时 警长却突然现身于此 此时诺马疑惑不解 只好躲在一边静观其变 没过多久 大毛出现了 不过眼前的人不是诺马 倒让他有些疑虑 警长一反常态 连忙解释道 此事跟他没有关系了 谢尔欠你的Money都在这里 要想拿走 必须跟我合作 我来替代谢尔 借用我的身份为你掩护 事成之后则无辱分成 面对如此诱惑 大毛没有理由拒绝 就在他完全放下戒备的同时 却给自己带来了危机 至此 诺马的危机再次解除 画面一转 从舞会出来的杰克 冒着大雨走在回家的路上 恰巧此时 刚好遇见路过这里的女老师 看到满脸伤痕的杰克 女老师将他带回了自己家里 帮他处理完伤口后 对杰克说道 自己去屋里换套衣服 然后再送你回家 随后抚摸了一下杰克的脸颊 就回到自己房间 此刻门并没有关上 仿佛是在暗示着 对他的特殊待遇 可血气方端的小伙 哪经得住内心的渴望 但就在这时 杰克却出现了人格分裂 随后杰克冒雨 奔跑在回家的路上 与此同时 母亲也正从码头回去 两人在家门口相遇 随着危机的解除 母亲终于如释重负 和儿子相拥在一起 激动地说道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很好 可一切真的好了吗 我可以说道具体的解除 我可以说道具体的解除